前面VGA部分应该前面做的蛮多啦 所以应该概念都有了 只是说你要怎么把它做出来 而且要自己打出来 当然这个地方 不过如果向下追踪的话 可能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如果你一般追踪会是追踪 一定有资料 通常是什么编号啦 或者是学号啦 或者是身份资料之类的 因为这个一定会有资料 而且向下追踪 但是因为这边会多一篮 多一列啦 所以你可能要向下追踪-1 要不然就是要把这一列给删掉 不然的话它会影响 那你就从这边Ctrl向下 追踪到一定就是你的范围 所以for i 等于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做什么事呢 也是做逻辑判断 然后呢把这个资料抓过来 然后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大于 如果偶的话 是大于这个5% 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它不能用百分比 这个person那个符号 那你变成你要改成0.05 你不能改5person这样子 因为VBA里面它不支援那个person 所以你写的话 你可能要只能写这样子 0.05 OK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或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小于-0.05 then把结果输出到L 然后就是标准不标准 其他的话就是清除 OK好清除 然后这边把它输出 那这一点要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注意 因为我刚刚发生一个状况是这样子 这边原来叫清除 那你这个清除 你后来我发现在插入一个聚集的时候 他会变成像这样的状态 那之前有同学常常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我这边多了这些东西 明明名称之前本来应该是不会有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他会多这些东西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清除有两个一模一样 如果你有一模一样的话 它就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所以以后你奇怪插入聚集 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这样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主要原因是有一样的名称出现 因为我们太多地方有清除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个改一下 我刚刚是把它改成什么 增减体重百分比 反正就加一个名称 然后加一个什么2 其他的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你如果再 有没有 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然后你就直接选它 这样就OK了 所以清除 输出 最后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个插入的制定函数 增减体重百分比 一样给它增减体重百分比 它会跟我讲标准不标准 那这个做法其实 前面也有了 反正第一个 你要先建一个什么 增减体重百分比的那个 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插入一个方选 增减体重百分比函数 跟使用者要一个什么呢 增减体重百分比给我一下 那我就把它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这边的逻辑判断 我都是用偶尔来做 然后判断完之后 输出结果 一样丢给谁呢 丢给增减体重百分比 还自己本身 然后他就把结果丢到这个儲存格 这个我想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略讲一下 最后剩一个 这一题 第一个today 因为下一次 下个礼拜就是要讲日期时间 所以先预告一下 今天其实很简单 就用today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然后他会抓到今天日期 年龄的话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义尔函数去抓年 然后跟这个义尔去 两个去减 不过他不会算到月跟日 所以他不管生日到不到 反正都算有一岁 比较不精确 比较精确的话 建议是用有一个函数叫datif 但是这个datif 这个函数呢 他不能借由插入函数产生 因为这个 他是lotus123 旧的函数 似乎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清单里 那你怎么办呢 第一个 他的生日 他会有三个参数 第二个 今天日期 前面日期 后面日期 逗点 第三个是比什么 如果比年的话 请你传一个y 借由y的一个文字 表示我要比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他会除了比年之外 会比月也比日 也就是他生日到了 才会满一岁 OK 所以这边的话 打勾 90岁 当然你这个地方要把什么呢 F2 做什么呢 锁起来 那其实F4 其实只要锁列就好 因为向下填满 列会增加 蓝不会增加 所以锁一个2 向下填满 基本上 那这个地方 今天3月2 那他2月28 所以他已经 过了 所以是90岁 可是如果说 把这边改成3月的话 3月28 有没有 还没到 Enter会怎么样 89岁 因为他明天 才90岁 也就是Dative 他会算到 月跟日 OK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老人今天 我们用四佛好了 那这边的话 就是第一个年龄必须大于等于70 而且 And 要住在台北市 偶尔 新北市 哇 连级 交集里面还要有连级 OK 不过你想说 如果连级 你里面其实可以用偶尔 或者是用Debs Rice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新北市 台北市 Rice 两个字也可以 所以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 我们刚刚讲的 插入什么 一样是逻辑 逻辑里面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 用那个if if什么呢 有两个 and 所以连级 所以用and 我习惯用自己打 钱瓜糊 哪一个呢 那这个 必须是大于等于70 第二个条件 是 这个 必须怎么样 要 是 是什么呢 用台北市 或新 或新北市 那会有两个哦 假设用偶尔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在and里面还要偶尔 所以气得 先自己再打一个偶尔 and里面再打一个偶尔 偶尔什么呢 这个 等于 新北市 或者是 记得前后双影号 这个等于什么 台北市 或 这个可以把它 砍扰式一下 豆点 第二个 或 这个等于什么 新北市 好 记得哦 那个瓜糊 现在的瓜糊 是偶尔的瓜糊 记得再一个瓜糊 是and的瓜糊 记得哦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 写出来大概就这样 and 这个 偶尔里面这两个 ok 如果维出的话 那就是 是 就是有符合条件 反之就佛好了 ok 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 上下填满 那其实理论上 应该住在新北 或台北都有 因为年纪这边 都已经 一百多岁了 ok 只有几个是 六十几岁的 ok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那你可以在旁边 再试一下 用laps 如果用laps 改一下 这个改也ok 不 用right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这边有没有 这是一个完整的公式 那你可以怎么 这边用right right 所以你这边可以 righht right 瓜糊 这个储存格 如果等于 豆点二 豆点两个字 如果这个两个字切出来之后 等于什么呢 北四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它这个是 这边少北四 所以后面两个字 也就是我把偶的部分 改成 这边 我看是不是少一个后瓜 后瓜糊 后瓜糊 这个后瓜糊的话 跟这样 应该 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ok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记得 这个很容易做错的地方 就是 那个瓜糊 常常会漏 漏一个的话 那最后 那也就是说 我不要偶的话 我可以切后面两个字 再来 当成第二个条件 那比一下 按打勾一下 理论上应该 向下填满 结果一模一样 没错 ok 所以两种做法 请各位试试看 一个是 交集里面还有连集 这感觉比较复杂 另外一种做法是 我不要这么复杂 我就先一个条件 再第二个条件 不过第二条件 是用Rise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这一题 也可以做那个VBA 不过这个 我想剩下的部分 给各位当练习题 因为其实你们需要的 还是要多多的把原理原则 了解之后 再多做一些些的练习 那我前几天有传 那个部落格 那个 那个其实难度 又比这个我想 还要更高一点点 就是去判断 那个你资料里面的 是数字 英文或中文 那我建议 如果回去有时间 其实也可以多练习一下 这些东西 那我在我部落格里面 还有 还有一些懒人包 反正你们就 如果想要增加功力 就多做一点练习吧 反正练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经验值 各方面 就跟打怪差不多 反正一直打打 你就一直升级 一直升级 那最后的话 你会在工作上面 你就会发现 很多地方 怎么感觉越来越简单 你做启示 然后越来越有那个 越来越有feel了 ok 那 到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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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